然后呢 大家一直盼望的八学园的午饭时间 最近又增添了有趣的新节目 在这以前 八学园的午饭时间是这样的 先由校长先生检查全校50名学生的盒饭 看是否都带起了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 如果有的孩子少带了一种 两只手各拿一只锅 走在先生后面的校长夫人 就会从锅里盛出菜来 奔给那个孩子 然后大家一起唱 好好嚼啊把吃的东西 唱完之后说一声 我吃了 午饭就开始了 但是现在 在说了我吃了之后 又加进来一个节目 那就是由谁来说说话 前两天校长先生说 大家都能更加善于说话就好了 从今天开始 吃午饭的时候 每天都有一个人到圆圈中间说说话 怎么样 孩子们有的觉得 虽然自己不擅长说话 不过听一听倒是很有趣 有的想 哇 说给这么多人听 我可是最喜欢了 总之想法各种各样 小豆豆想的是 虽然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想说说试试 就这样 孩子们大都赞成校长先生的提议 第二天午饭时 就开始了说话节目 校长先生根据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历 对平时在家里被教导 吃饭时不许说话的孩子们说 吃饭的时候应当尽量让心情愉快 不要急匆匆的吃饭 则要花点时间 一边说着各种话题一边吃比较好 校长先生总是这么说 而且先生还认为 以后孩子们能够在别人面前 清楚 自由 毫不羞涩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 先生决定现在就开始训练孩子们的表达能力 当大家都说赞成的时候 先生说了下面的话 小豆豆用心听着 好吧 不必想着非要说得很好不可 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什么都可以 总之试一试吧 说话的顺序也排好了 在大家唱完好好嚼啊之后 要说话的孩子可以快快地吃完 但是 这回的说话 和课间休息时 大伙三五个一块聊天的时候不一样 这是站在全校五十名学生的正中间说话 无疑既需要勇气又很有难度 一开始 有的孩子非常害羞 只是嘿嘿嘿嘿地笑着 也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想出了话题 但是一起投 又全部忘记了 只把一个题目 比如说 青蛙往侧面跳 重复来 重复去 结果只说了一句 下雨了 完了 就鞠了一个宫 回到座位上去了 还没有轮到小豆豆 不过 小豆豆准备轮到自己的时候 还说自己最喜欢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 只是 小豆豆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太有名了 每当课间休息将给大家听的时候 大家都说 啊 听腻了 尽管如此 小豆豆还是决定就说这个 就这样 每天有一个孩子站到大家中间说话 有一天 轮到了一个男孩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说 因为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小豆豆觉得 居然有人没什么可说的 真是好奇怪 不过 那个男孩还是坚持 没有话说 校长先生走到那个孩子 摆着空饭盒的桌子跟前 说 你说自己没有话说 什么话也没有 那个孩子说 这绝对不是故意找别扭 或者是存心找麻烦 而是的确没什么可说的 校长先生哈哈哈哈地笑了 起来 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漏风的牙齿 接着说道 那么 我们编一个吧 编一个 男孩非常吃惊地问 于是 校长先生让这个男孩站到大家中间 自己坐到男孩的位置上 说 想一想 你今天早晨从起床 一直到来学校 这之间都有什么事情 一开始你做什么了 男孩挠了挠头 先说了一声 哎 校长先生说 你看 你说了哎 这不是有话说了吗 哎之后呢 再说什么呢 男孩又挠了挠头 接着说道 哎 早晨我起床了 小豆豆和小学生们 虽然觉得有点可笑 但都注意听着 接着 男孩又说 然后呢 一边说着 他一边又挠一挠头 校长先生两只手 跌在一起 放在桌子上 一直微笑着 看着那个孩子 这时 先生说 很好 就这样 大家都知道 你在早晨起床了 并不是说了有趣的事 或者令人发笑的事 才了不起 而是像你这样 本来觉得没话说的 找到了可说的话 这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 那个孩子 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说 然后呢 大家一起往前叹了叹身 男孩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然后呢 妈妈对我说 快刷牙 我就刷牙了 校长先生拍起手来 大家也拍起手来 于是 男孩的声音 比刚才更大了 然后呢 我就到学校来了 把身体往前探着的 高年级学生中 有的孩子 好像探得太过火了吧 把头都碰到了饭盒上 但是 大家都非常快活 那个孩子 有话可说了 先生热烈地拍起手来 小豆豆他们 也使劲鼓掌 站在正中间的那位 然后呢 的男孩子 也一起鼓起掌来 礼堂里一片鼓掌的声音 这次鼓掌的情形 即便是那个男孩 长大成人以后 也一定不会忘记吧 同志地点 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